我們現在在桃園的特立屋 今天為什麼又跑來這裡 原因其實就是有一個車友 他的車子好像也有一點問題 就是這一台Toyota的Artist 這台Artist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在好像前陣子有幾個車主 它的電瓶會好像不夠 所以車主在路上拋錨了好幾次 那我個人懷疑 我覺得應該是它的小電瓶 它的安培數太小 你看這才35安時而已 35安時 一般的像旁邊這一台車子 一般的這種自小客車 應該都有55到65 甚至歐洲車有到70、80 我都有看過 可是這一台車它只用35 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我們實際來問看看這個車主 它的整個過程是怎麼樣 現在是油電版的 來 下面還有這個Toyota的質量 好酷喔 Apple姐 蘋果姐你好 蘋果姐很開心 在這個什麼地方呢 這是南崁的特立屋對不對 今天這個蘋果姐 第一初次見面喔 但是好像心情不是很優 頭很大 頭很大 所以你這是頭又大 所以頭很大 是 所以這車子是什麼時候買的 是今年2020年8月6號 8月6號 不是才兩三個月而已嗎 是的 三個月的車 那我剛怎麼聽你好像有顧過兩次路 是不是 才兩三個月的車你就已經拋錨兩次了 對泡毛眉電而且上脫掉車兩次 是喔那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第一次是怎麼發生的嗎 第一次是10月19號 10月19號也就是說買來兩個月 買來的兩個多月 第75天 那那一天發生什麼事 那天呢禮拜一 那我跟我的那個土城 土城新北市的行政機關 已經約好我兩點鐘必須要到土城 去跟他們會談 那因為在12點半我要開車的時候 才發現我的車子沒電 那第一時間就是通知夜代 原則上我是禮拜六還有在開車 然後開車停了以後 我禮拜天沒有開 然後我禮拜一的中午12點半 我需要開車到土城 是然後再開 然後再到車庫的時候 才發現我的車子沒有電了 所以也就是說你禮拜天沒開 然後到禮拜一的中午才開 超過24個小時 然後他就可能要啟動的時候沒電 那你那時候怎麼處理 我第一個打給夜代 打給夜代 對然後問夜代要如何處理 對那他是說要拖 就是直接就是找全風救援來拖掉 直接拖掉 對但是我當時我必須要 在一個多小時內我要趕到土城 所以我只好用這塊的方法 就是包計程車趕快去處理 我緊急重要的事情 然後下班的時候我再趕回來 配合全風拖掉到究竟的桃園廠 來進行檢查 所以他拖到桃園廠 是的 然後處理檢查 然後公司怎麼講 廠長怎麼講 目前就是在給他保修的4天的時間 然後他檢查出來是我們車美式的數位電視盒 在持續漏電 對持續漏電 然後也發現他是不良品 所以說這個故障了 就是請我說那你車子先開回去 那我們現場服務場沒有貨 所以說一個禮拜後 你再過來裝這台車 有問題 他還叫你開回去 是這意思嗎 對他就說這個不影響你的 他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幫你做的各項檢查 那只是這個數位電視盒 它的這個壞掉故障 我們幫你去要求新品 所以說你就安心開回去 等一個禮拜後 我們的新品到貨以後 你再過來更換 所以他當時是跟我講 當天是完全安全檢查 所以我這樣聽下來就是說 他光檢查就檢查了四天 對 其實脫掉第一天 他真正檢查是三天 工夫好像不太好 這個要檢查四天 所以最後跟你講 這個電視有問題 所以他希望你可以先開回去 他幫你掉貨 你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這電視有問題 當時他有把你把 比如說電源把它把它掉 或什麼之類的嗎 他就說是那個數位電視盒 的那個電容器直接拿下來 所以不能用就對了 就不能用 他說不影響開車 他說我們都幫你做過 任何的安全檢查了 就安心啦 安心上路 對 結果後來是 隔一個禮拜 就把它處理好就好了對不對 沒有 隔一個禮拜 然後我10月30號 把車子拿去給他 然後他就說 我們隔天禮拜六 就幫你直接安裝 安裝那個數位電視盒 我有看他的公單 他的公單就只有說 10月31號 安裝車美式的數位電視盒 只有做這項的工資而已 其他都沒有做 就讓客戶把車子開回家 那這點就是我到現在 還不能夠原諒 10月31號 是的 所以你開回去 其實你以為已經好了 對 那你後來後續又怎麼 後續 11月1號禮拜天 我沒有開車 那我在這段時間呢 我就是三天開車 然後有連續三天沒有開車 我到花蓮台東去玩 那花蓮台東一玩好 禮拜六一回家到車庫 那我又要開車送家人到台北去 結果發現又是拋茅沒電了 所以一模一樣的問題 對又要請人家來拖掉我的新車 對我們要強調這是新車 新車 我的第一次拖掉新車 竟然不是警察伯伯 是Toyota 那我現在的心情頭很大 所以等於說第二次他回去的時候 一樣又檢查 各項檢查 但是第二次檢查的時候 我就不去 就近的桃園場了 那我就想說 你的檢修技術三天後 又讓我車子拋茅沒電 這個心情已經是 不是當下的人可以形容的 所以我就直接又拖回台北冰江場 來幫我做整個安全性的檢查 所以你是在冰江場買的 那回母場就對了 那你回去了以後他怎麼講 他在各項檢查 就是說要先充飽電 充飽電以後 然後8小時後 然後就開始要做充放電的測試 然後檢查出來的話 都是以數據來看 我們的這個車子的安全係數 然後才發現我們的電容跟電壓 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忽略了一個 前面GS電瓶的所謂的續電量 他的續電量是用比重來測試的 那也讓我開了眼鏡 我說你要證明給我看 到底我的車子是哪邊出了問題 你要讓我車主安心 對你不要說都沒問題的 結果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他就把比重的測試給我看 原來就是GS電瓶上面有六個蓋子 這六個蓋子打開以後 全部都是在紅標上面 沒有在綠標上面 已經很嚴重的續電量不夠 所以已經確定找到問題的核心點嗎 對就是目前車子沒電就是有查出是GS電瓶 然後當下冰江廠的服務態度是讓我很高興 就是說現場服務廠是沒有備料 但是他馬上請GS電瓶的廠商 拿一個新電瓶來馬上來做這個緊急更換處理 緊急更換處理 因為新車主泡毛沒電已經是很難過的一件事 大家將心比心 我覺得他的服務態度值得讚揚 對又馬上找出問題點 那這樣子你今天怎麼又還會想要來分享 聽起來已經解決了 因為我發現還有我的一些好朋友 也有一樣的問題 也有分享說電瓶其實修理好了以後 那我們的這個核泰氣車的一些關係企業的零件廠商 對於這些零件產品呢 還是會持續不斷的在故障 雖然後來新品還會故障 就會讓我這個新的車主跟消費者 我還是會有疑慮 我是不是還會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已經幫你處理好 可是你還是心驚驚驚 你的意思是這樣 是的 其實呢這個我們 我其實有很多這個豐田的車主 Toyota車主 我們本身我們家也都是豐田愛好者 Apple之前的車子是哪一台啊 我也是豐田嘛 其實我其實我人生中已經買了八台車 那我人生中呢有四台新車 都是買Toyota 所以你對Toyota的體驗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其實我跟Toyota因為已經有二十幾年的 服務跟維修這樣子的一個好交情 其實大家都像家人了 所以說我也從來沒有去看說 新車還要看合約 新車還要看拋錨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很阿沙里 今天看中就是企業形象 還有我們荷泰汽車 他在汽車市場上高品質的領導地位 還有說他對企業良心的溫度 所以我們買了這台車 但是你今天讓我們感覺到說 你沒有好好的去多愛護你的員工 是不是可以在整個你的高產值高品質的汽車裡面 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好的品質服務給新的消費者 不要讓我們拿到新車還要擔心它會故障 這是我真正的一些內心 內心話 對 內心話 愛之聲則之情 我說真的 因為Toyota的車主 包含我爸 我爸也是豐田車主 他們的想法都是 我問他說怎麼會買Toyota 問這些車主 Toyota比較沒問題 所有的人回答的 Toyota的妥善率比較高 都是因為妥善率買Toyota 不然你以為Toyota車多好 就是因為它妥善率高 這個就是一個最重要車主最想要 結果買來好像不是會漏水 不然就會漏電 好像你們車主最後都變水電工 去研究怎麼漏水要怎麼處理 漏電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剛剛有上和泰的官網去看了一下 他說他們的企業的核心價值 是提供超越顧客期望的服務 就是提供給顧客超越他期望的服務 結果這個超越的期望居然是拋錨 這什麼 我永遠都沒想到我的新車會拋錨 而且兩個多月連續拋錨兩次 我希望和泰汽車你好好想一下這樣的心情 對於新車車主的心情是如何 而且最重要是你已經回場 他跟你說沒問題出來還是拋錨 這個才是好笑 這個就讓大家對於你的服務場沒有信心 OK 那我們最後還是要來個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蘋果姐你講真心話 讓這個線上的好朋友 他們如果說想要買車 這個不會後悔買錯車 所以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三四個月前 一樣的預算一樣的考量 一樣會拋錨兩次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Toyota的Artist Hybrid嗎 講實在話我不會選擇 你不會選擇 對 因為我們開車就是希望買一個交通的方便 當我們要處理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讓我們很緊張處於憂鬱 然後緊張去處理一件需要馬上處理好的事情 不能掌控的事情 那這個車子對我們來講已經沒有溫度了 感覺10月底的那一次要去土城那件事情很重要 對10月19號我要在一個小時內去完成 從桃園到土城去會見行政機關的主管 這個又不能遲到 那這種狀況如果說 有延遲的話 在山上在海邊 那怎麼辦 那如果拋錨的話 那你們超過9點又不能脫掉 就包含我第二次拋錨 我是在晚上9點多 那拋錨的狀況 脫掉車不能脫掉 只好隔天星期天 我又只好犧牲一個Family Day 陪你們脫掉到台北冰江場 我整個星期天全部都耗掉 耗湯 那我最後問Apple姐一個問題 因為訴求大概有些 消費者其實他的訴求就是 給他一台好 不會拋錨的車這樣而已 這這麼簡單 那假設他跟你掛保證 又拋錨第三次 那你會下一步你想怎麼辦 其實我已經前幾天 已經到中古車行去估駕了 對 我跟他講說 我這台車目前估駕的狀況 那是因為拋錨 所以讓我產生有危險駕駛的疑慮 他跟我講說我們中古車最近在林口廠 也收了一個一年的二手車 所以你直接老實跟車行講說會拋錨 對他就說他也是收了一個一年的二手車 他說那個二手車他賣給車主也是一樣 車沒事沒電 也是保固其內 所以其實不是個案 好像很多人都遇到一樣的問題 對 所以我是希望這個原廠要好好的把這個 這個拋錨是一件大事情 他不是說什麼異音啊或者是會怎麼樣 不是這些問題是 你已經影響人家的生活跟工作上不方便 說真的 因為我們都不是懂車的人 我買車我就是想要 只是想把它當交換工具 而不是 我這個車子我要去研究它的水 研究它的電 幹嘛 我又不是要修車 我幹嘛要學會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這個蘋果姐 那就是希望說讓更多有這一台車的車主 能夠一起了解一下有這個事情 所以你現在的配置是你是油電版的 然後這個車美式是有4G的這個 對 能夠連線的這樣子的功能 那大概是這樣子的配置 大家自己有這台車的人 可以有這個這台車 有類似的問題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讓我們的車主的聲音 能夠傳到何泰老闆的耳朵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的車友來分享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車主知道這件事情 而不是變成個案或孤兒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本節目是由當手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獎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